出大事了兄弟们 项群在赶路的过程中 遇到一只狮群的骚扰 而且狮群里狮子的数量还不少 项群成员并排一起向前冲锋 就这个架势 愣是把狮王都看傻了眼 由于项群突围的步伐非常快 这就导致了项群里的向小宝跟不上步伐 这对母子就成了狮群狩猎的对象 虽然这对母子已经脱离了项群 但是狮子并不敢贸然出手 要去招惹一头和包的母将 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但是鸡肠鹿鹿的狮子 并不想放弃这次机会 他们与大象母子对峙了起来 母将身后的向小宝 是他们今天主要的狮猎目标 向小宝非常听话 一直跟随在妈妈的身边 不敢离开半步 这就让狮群很难找到出手的机会 并且母将还一直对雄狮进行出风 气势这一块 母将还是拿捏的死死的 不管你是草原什么王 在陆地坦克面前 那都拿不上桌面 母将带着自己的孩子找到了突破口 很快就冲出了狮群的包围群 但狮群并不会就此罢休 他们一直尾随在象群的后面找机会 我不其然 一头落单的半大小子被他们发现了 虽然这半大小子的体型已经很大了 但是他并没有成年大象那么可怕 狮群在成年雄狮的代理下 他们对拿下这头半大小子非常自信 很快 狮群就把这小子给围住了 这小子非常勇猛 面对狮群的包围 他直接就去干 但他远没有狮子的神法灵活 体力消耗非常严重 此时一头狮子抓住机会 直接跳到了大象的背上 这是狮子拿捏大型目标的常用手段之一 在四小七背负的同时 利用自己的体重拖垮对方 很多牛耳二也是为这拖垮的 狮群看大象已经严重体力不支 于是一拥而上 面对狮群的集体冲锋 这半大小子很快就招架不住 最终轰然倒立 这真是我擦了 不得不说 狮群是真的猛 这头大象倒地后不久 便被狮群合力送走了 接下来就是干饭时间 这头大象在这个旱季 拯救了这只狮群 我们永远会在一起 我们永远会在一起 我会来说 我永远会在一起 那种ез Candid